孩子们长达十天的冬假结束了 我又恢复到了往常的日常生活 每天早晨 老公和女儿们还在沉睡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准备早饭 还要为老公和大女儿准备好 午餐的便当 我是一位普通的中日家庭主妇 有三个女儿 比我大两岁的老公 出生于日本近港县 在一家公司担任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 结婚16年来 老公无论对待工作 对待这个家庭 尽职尽责 任劳任怨 我也和她同样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 专心致志地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和健康 觉得自己的幸福就是在这个家庭里的每一刻 美好时光 日常生活中 我特别注意的是一家人的健康和起居饮食 无论中华料理 日式料理 还是西餐 我都尽力做到合理的膳食搭配 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 主妇独自一人在家 整天做家务 是否枯燥乏味 但在我看来 作为一个女人 无论是专注事业 还是相夫交子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只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家人 您说呢 这就是我们一天的早餐 通常我和老公总是吃日式的米饭 孩子们却喜欢面包 老公上班了 孩子们也上学了 送走老公和孩子们 我又继续做家务 把洗好擦干净的杯子和器具 放进柜子中收纳好 擦干净所有的台面 做好家里清洁 对我来说 就像是一日三餐 不可不做 虽然老公有时 劝我不用那么认真 不过对我来说 搭造卫生 不仅能使家里显得清爽舒适 而且对培养孩子们 从小肃立 良好的卫生习惯 非常重要 同时还能愉悦自己 早上的家务告一段落了 等该出外散步15分钟 结果今天风太大 只好待在家里啦 我有着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每天家务之云都会多一分期待 看看书 上上电脑 听听音乐 弄弄植物 想换心情的时候 就出外和朋友一起喝喝咖啡 吃吃午饭 有时也会一个人 找家舒适漂亮的咖啡店坐下 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每逢周末 我和老公都会尽力 痛出时间 一起出门散散心 或是采购一些美味食品 为孩子们做一顿美宴大餐 这样来聚业自己的心情 调节生活节奏 快到上午啦 这是我常吃的小鱼 在日本 主妇的午餐一般都很简单 这个是早上做便当剩下的炒牛肉 小鱼 早上送的丝拉 这是现成的厚烧鸡蛋 发酵咸菜 米丝丝 酱汤 大家观看后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留言区为我留言 让我也听听你们对生活的各种看法 亲子一分钟 日语小课堂 早起 早起 睡懒觉 寝宝する 慢性子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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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老猪 小鱼 这些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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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